好 要說到數位化 我們來看健身房也一樣 像是要打造自己家就是健身房 這是疫情當下很大的一個商機 尤其24小時都能夠啟動運動模式 讓運動本身呢不用因地置疑 像是台灣的兩大運動品牌 他們聯手起來推出了 健身教練到你家的模式 推出200支影片 五大的主題 想要做什麼運動呢 就做什麼運動 商機無限 花蓮已經開了 我們第二間也正在做 正在蓋 那依然羅東都有 那現在台東還沒有 不過我們有在看這個市場 覺得的確有這個需求在台東 持續不及於事業版圖 預計今年將會再開12到15家店 有鑑於台灣的人口普及率 還有很大空間 台灣的健身業者龍頭不只要擴大 還要結合軟體 讓運動所流下的汗 能夠滴在你家客廳 在家裡原端的影片的這個部分有興趣 所以我們去年就開始發展 在我們自己YouTube還有Facebook 那這次是做一個比較正式專業的一個 一個努力去符合這個需求 那元宇宙世代是不是會帶來整個健身產業更大一個變化 藉由科技藉由5G或是甚至以後的6G 大家可以想像在家裡頭或許你就可以得到 仿佛在室外或者是在健身房的一個使用的一個感受 疫情打破了傳統健身房 以電為中心的框架 復原更加遼闊 規劃包括有肌力 有氧 瑜伽 拳擊等五大訓練主題 布局宅運動商機 我們發現尤其在疫情的時候的確有這個需求 會員如果無法去健身房 可能是天氣或者是身體 或各種因素 時間 方便等等 就是可以在家裡 家裡也可以進行他們的運動 兩大運動品牌跨於合作 在疫情攪局之下尋求不同的消費體驗 以往在健身房才能感受到的熱力 現在透過雲端就能夠清零現場 首度合作推出了200支影片 讓消費者能夠選擇 持續拉攏運動的人口 營造人人要運動的健康樂活環境 人間威視張宇晨正宗 台北財伯報道